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2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比特币欧元昨天自315水平下挫至285附近 本交易日亚盘反弹至295上方 火币网公布的报价显示 比特币人民币昨天自2290水平位下挫至1815附近 此后震荡反弹 本交易日亚盘交投于2070水平位 行业方面数据显示 比特币上周交易量达到1440万比特币 几乎接近比特币流通总量 创下历史记录 该交易量是波动性较高的2015年1月和2014年11月中 最高周交易量的两倍多 2013年11月最高周交易量为220万比特币 据悉绝大多数报告交易量源自中国的比特币交易所 占市场总量的93% 北京时间11月12日13点12分 比特币美元报315.00 比特币欧元报296.44 比特币人民币报2071.00 澳大利亚十月就业人口创三年半最大涨幅 同时失业率降至5个月低点导致降息几率下滑 澳元汇价则越升 澳大利亚就业增长的年速度甚至超过了美国 美国最近的就业实力强劲 但不能保证在下个月加息 澳元美元跳涨75美分至0.7143 澳大利亚统计局周四稍早公布 10月净增加5.86万个工作岗位 几乎是市场预估的4倍 其中新增4万个全职职位 而失业率意外的从先前的6.2%降至5.9% 澳大利亚每年的就业增长速度加快至2.7% 而美国就业增速为2.0% 澳洲联储距离货币政策收紧依然遥远 但进一步降息的前景看上去已经大大减弱 就业报告出炉后 投资者对降息的压注大幅减少 12月降息压注几乎全数抹去 明年2月降息的几率 从数据公布前的56%降至28%左右 中国央行连续8天下调人民币中间价至6.3628 亚视盘中在岸美元对人民币小幅涨至6.3673 离岸美元对人民币则小幅上涨 现报6.3902 而截止11月11日 院内在岸美元对人民币累计上涨了0.78% 同期离岸账幅更大幅为1.09% 此外中国政府正加速冲刺SDR 在尘埃落定前 人民币汇价将以维稳为主 料不会出现太大幅度的波动 之前中国央行于8月11日大幅调降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 宣布进一步完善中间价报价 人民币创出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有交易员指出 在按人民币短期汇价仍看央行态度 没值走势以及SDR评估结果 从技术层面来看 大家认为6.36是个坎 6.36以上有卖出美元的兴趣 本以为6.36处会有干预 实际上并未看到 北京时间10点41分 在岸美元兑人民币报6.367375 离岸美元兑人民币报6.39204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请持续关注 下期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信息